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害怕跟蓝忘机一起洗澡 别洗着洗着又洗出事情来 便拒绝道 你先去洗澡 我回书房看一下 我们跟展望那是进行的怎么样了 实在是每次一起洗澡 蓝忘机都会忍不住 在浴室里就要她 蓝忘机似乎是看出来了魏无羡的小心思 把视线落到魏无羡腰的位置上 扫了一眼 扬起唇角笑了一下 也行 那我先去洗了 魏无羡手指尖搓了搓蓝忘机的下巴 笑马道 你笑屁啊 说完推着蓝忘机的后背 把蓝忘机往浴室送 顾左胸巴巴地道 赶紧去洗 洗完回来睡觉 好 蓝忘机应了一声 到浴室门口又扭过头来 一副渴望的眼神望着魏无羡 你真不跟我一起洗啊 不跟 魏无羡确定道 我还有工作 蓝忘机吼了一声 也明白魏无羡今晚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再跟他一起洗澡的了 索性乖乖进了浴室 看着蓝忘机关上了浴室的门 魏无羡才插着腰 坐到了床上 坐下去的时候 屁股传来一阵疼痛 让魏无羡倒吸了口凉气 呀 魏无羡用手撑着床挪了挪屁股 呲了呲牙 心说年轻就是好啊 蓝湛也来了好几次 可蓝湛就跟没事人一样 依然生龙活虎的 可他却累得不行 刚才还和那小警察吃饭的时候 都差点直接开口催促人赶紧吃 吃完好回家睡觉了 魏无羡躺倒在床上 稍微缓了一会儿 去客房的卫生间里 三下五出二快速冲了 以便身体就回来 发现蓝忘机已经洗好 回到床上躺着了 这么快 魏无羡问 嗯 蓝忘机掀开一点被子 温柔道 快进来 我给你暖好被窝了 热乎的 魏无羡笑着钻了进去 蓝忘机下意识地 把舌伸给魏无羡 魏无羡也自然而然地 就把头枕到了蓝忘机胳膊上 两个人侧着身子 面对面地躺着 蓝忘机伸一只手 搂着魏无羡的腰 魏无羡就伸一只手 勾着蓝忘机的脖子 仰头在蓝忘机唇上 蜻蜓点水般地亲了亲后 就把半边脸都贴在了蓝忘机的胸膛上 轻轻闭上了眼睛 魏无羡很享受这样的时光 一张温暖的床 一个有安全感的胸膛 一个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伴侣 这样的人生真美 简直毫无遗憾 蓝忘机低头 轻轻吻了吻魏无羡的发顶 轻声说 好香 魏无羡闭着眼睛 嘴角却掩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轻轻摁了一声 你说我香 还是说洗发睡香 蓝忘机毫不犹豫道 你香 我的胃音香 魏无羡忍不住轻笑一声 那我要是一身臭汗 没洗澡就在你怀里呢 那样也香 蓝忘机想了想 道 那不叫一身臭汗 魏无羡仰头看它 那叫什么 那叫一身汗香 蓝忘机毫不掩饰地偏爱道 那是特属于男人才有的提香 我的胃音就算出汗了也是香的 那要是别人出汗了呢 魏无羡故意为难它 也叫提香吗 当然不是 蓝忘机瞬间换上了一副 颇有些嫌弃的表情 别人又不是你 别人是臭的 只有你才会是香的 魏无羡被蓝忘机逗得 忍不住大笑起来 觉得他家蓝战简直是太双标了 双标得有点可爱 你好双标啊 魏无羡笑道 魏无羡说这话的时候 是仰着下巴的 这个角度看过去 魏无羡的下巴特别精致性感 蓝忘机忍不住低下头去亲了一口 唇角微扬地按了一声 毫不掩饰自己对魏无羡所有的偏爱 魏英 蓝忘机吻完后 目光练艳地看着魏无羡 你刚才说的话一辈子作数吗 魏无羡一下子没想起来 眨巴着眼睛问 什么话 你说 我是你一辈子唯一的老公那句话 永远作数吗 蓝忘机说着 低下头去 用自己的额头轻轻蹭着魏无羡的额头 不确定式地反复问道 是不是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一辈子是你唯一的老公这句话 都永远作数